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時你緊急的時候 你覺得這麼緊急的時候 你如果基於你鄉長的職權 他在叫你知道怎麼可以 因為不是釣洞不夠用 如果釣洞不夠用的話 就不允許隨便釣洞 你這第三條水路 如果要過來加減酒水站 有兩種的作法 一條就是破水路 破水路說水運地就沒人情緒 就沒辦法勁 第二條路來說就是像你們說 就是按一個墨檔 第二條水裡面那個橋上大 還在灌綠這裡 他這裡不知道有水人抽就對了 所以在這個啟動水位多大的時候 第一台趕快啟動去抽 這個問題應該都可以解決 絕對沒問題 所以這邊的可以處理掉 那邊的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林處長還有那個縣長講的 如果說我們先做移動時抽 然後0.3個CMV先抽 暫時先這樣子去引領 現在對那個青仔布 當前沒有中白日這個 進捷金水的問題 現在主要是那個 整個抽水 抽水機已經是蓋好了 抽山已經蓋好了 現在目前是隔離在檢修的改單 現在檢修完之後 第五條水會交給我們來管理 目前我們的處理方式是 在那邊檢修進行 進行第五條水會來負責這個規徑 現在這個部門 我們今天也在現場有看到 已經開始抽水 水位也覺得很低 所以我們這個部門沒有這個問題 之後我們會去 將這些東西管理和合適 另外我們現在對這次的美語記者 這次即將是發布 這個超大效益這個部門 已經有長期要蓋的部門 我也要求說 可以抽就盡量抽 將現在的水會比較低 這樣對我們的方向比較大的補充 這個部門在 我們的總管都已經進去待命的狀況 除了這些意外 我們也準備移動式抽水機 也要求公訴 幾個腳臨近的沿海的公訴 他們應該先去益部 他們的移動式抽水機 在那經常淹水的地方 將移動式抽水機放得很好 也希望說 大家鄉親我們配合 在那個窯子路的部分 或是你們民情的水狗 可以出一支手 將卡住的雜物把它拿起來 不要有意志在我們的客桌上 這樣就是我們的抽水會更加順利 有些人是在這裡 是封面的運動 所以你看到這顏幕 我們的企業